美国时间12号 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美国国务院和国务院亚太助亲康达会晤 康达在推特上公开两人会面照片表示 美国对台承诺坚若磐石 期待和萧代表密切合作强化关系 萧美琴准备的伴手礼 是由美国日本和中华民国国旗的限量议美团圆双翔礼合 以感谢美方捐赠台湾疫苗 康达在上个月28号通过任命 有在推特上公开的拜会行程 依序是日本、泰国、新加坡、南韩、菲律宾 然后是台湾 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蔡英文总统谈话后 康达和萧美琴的会晤时机正好 但讨论细节双方都没有透露 美国不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 但俄罗斯有不同看法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星期二表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俄罗斯总统普钦被问到 如果大陆入侵台湾 是否代表真的战争风险 而在南海 普钦表示南海地区确实有利益冲突 但俄罗斯的立场是 区域内国家应该基于国际法原则 在不受非区域势力的干扰下 透过对话解决分歧 暗指美国干预南海事务 大陆和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立场相近 也因为联合对抗美国更加一致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